原文天者阴阳寒暑时至也 曹操注解说顺天行诸 因阴阳四十之至 故司马法月东下不兴师 所以奸奈明年 意思就是你带兵打仗 要遵循阴阳四十的规律 就好像是司马兵法说说的 就东下不兴师 所以你这是爱老百姓 和爱你的士兵的意思 曹操自己写注解 其实比原来的注解 要更复杂一些 那曹操本人有没有做到 他自己所说的那个阴阳函数 实至东下不兴师呢 其实并没有 有一场最简单的战役 就是赤壁之战 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当时周瑜和孙权 在进行这个计算 曹操来打仗的时候 那个所有的分析当中 就分析到了曹操的烈士 说经圣汗马屋高草 去中国势众 把远舍江湖 必须睡土 必身疾病 此用兵之忌也 意思就是 在寒冬腊育 马是没有草料吃的 你曹操带着北方的士兵 远射江湖 跑到江南地区和我打仗 水土不服 而且你还容易换流感 这就是用兵的打击 阴阳寒暑时至是一个地境关系 天有阴阳二气 阴阳二气 火销长形成寒暑两气 两气四分形成春夏秋冬四气 这就是时至 兵法讲天应该有三成的意义 第一呢 讲的天下大事 顺应天应人 第二就是所谓的夜观形象 望云望弃 斩朴之术 第三呢 就是寒暑四时 天气预报 是不是利用气象条件来进行打仗 第一层是讲的大形式 大战 其实举兵之前就已经定了 是否顺应天式 第三层讲的是 疾风啊 打寒啊 盛夏啊 炎热啊 是因其厉害而质疑 利用气象条件作为武器来进行打仗 比如说火宫 你要靠风 这就是要靠天的 第二层其实说的最多 就是那些所谓的夜观形象 但其实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起到一个作用叫以祸下瘀 自己是从来不信的 带兵打仗的将领 是不会相信这些东西的 比如说江泰公所说的这句话 叫智者不法 瘀者居智 就有智慧的人啊 其实不会把他当回事 不会去让他变成一个什么重要的东西 去影响自己的战略判断 但是愚昧的人啊 没有那么智慧的人 其实反而会被他约束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叫刘豫 去唯一慕隆超 在广顾地区要打仗 马上要攻城了 这个刘豫手底下的一些将领 防皇帝 一看当天叫王王之日 就去了之后可能回不来 这个王王两个字 说不急啊 纷纷去这个敬见给刘豫 说不行 那这个不能打 刘豫说 往往往往 就是我往他往啊 就是我去了之后 他就 他就没了 所以打击去得 于是攻下广顾 所以中国人所说的 叫天使地利人和 天使里面主要也是人和 人和说的是自己人的和 而天使说的是天下人的和 兵家的天使指 军事气象学 至于关心 妄云 妄气 占卜 稍无违背 那是宣传工作 为政者和主事者 从来都不需要迷信 也从来不会迷信 原文 地者 高下 远近 显异 广辖 死生也 曹操作解说 言以九地形式不同 应实之利也 论在九地篇中 而《寸敏法》当中 有一个九地篇 详细解释了九种地形的特点和运用 在这个地方说的很简略 张玉 作解的说 凡用兵 跪先知地形 知远近 能为迂直之计 是直走还是迂回 你直到显异才能去 看你是否使用步兵 还是骑兵 哪里用步兵 哪里用骑兵 知广霞 则能夺 重寡之用 哪里要窄看 展开兵力 哪里可以一副当官 去扼住烟后 知死生 则能 实战散之势 至于死地而后生 那兵士会 必用尽全力去打仗 至于身地 那就容易逃散 也就是打完之后 他可以跑的地方 那士兵就很容易跑了 解放军的将领 最能打仗的是谁呢 叫苏裕 林彪也很佩服他 说他打仗啊 就像是神仙打仗一样 总是天兵神将 他靠什么打呢 就是苏裕打仗 靠的是地图和行军 就这两样 地图是对地形 拱瓜烂熟 他打仗之前啊 整个战区的地图 几乎他都被他搅烂了 他非常清楚知道 哪里有沟 哪里有河 哪里有山 哪里有角 行军呢 打仗 关键靠的就是行军 行军是战斗的一部分 甚至有的时候 比交火打仗还要更重要 很多人认为交火了 开炮了 才是打起来了 实际上开炮的时候 胜负就已经定了 行军在正确的地点 正确的时间 出现了正确的兵力 这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这就是运动战 说树域最能打仗 其实就是说他最能行军 说他最能行军 是他在地形上下的功夫 比谁都要深都要痛 像一个淮海战役啊 他的部队在整个战区当中 穿来插去 行军好似无人之境 交火必是有力地形 优势兵力 靠地形和行军 他能把一支部队 用成十支部队 他的战刀 才能像跑丁解牛一样 他的军队才能有仁有余 神出鬼没从天而降 不仅强调行军是战斗的一部分 速营也是战斗的一部分 而要按照战斗的规划 来选择速营地 速营地既是战斗地形的问题 也是士气的问题 战斗力的问题 拿破仑说 战场上流血再多 也没有速营地不为生 对军队的打击更大 所以由此可见 战斗 交火开打 只是最后一步 主要的功夫 全部都在室外 难道我们的工作不是这样吗 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工作当中 觉得接触了客户 拿起了电话 才是真正的工作 提升了那个所谓的通话技巧 才是提升真正的工作能力 但是真正的功夫 其实都在室外 表面上看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实际上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